拒絕毒品 其實你並不孤單的 愛你喔 在教會當中 有跟戒毒成功的朋友相處過 那我看到就是他們 每一個都在講的那段過程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慶幸走過來了 然後那一段路讓他們很痛苦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就甩掉的 很多人都會說 我當時只是一時好奇 我當時只是因為我過得很不開心 我想要找到快樂 沒有想到就一腳踏進了一個深淵 這東西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這還有什麼好奇的 因為太多的例子都告訴我們 那有多可怕 然後很多很多的人 他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不成人形了 我們都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不需要再去 自己用親身再去試試看 這個好奇 我五歲就開始在演藝圈裡面 當時是沒有感覺我在工作 所以等到我有意識到工作壓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已經工作了可能二十年了 我萬一因為有壓力 我用了一些不正確的方式去排解 我只要試一次 我這二十年來的一切的努力 就完全沒有了 那我就開始在想說 其實還有好多好多 可以紓解壓力的事情 我沒有必要 要來碰觸這些可怕的東西 那這段時間過去了之後 你還是要去面對你的問題 最主要是你要把你的那個壓力的問題 根源給解決 你現在為什麼會有壓力 你的壓力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不然的話 你把它擺在那邊 你不解決 你去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沒有用 書寫壓力只是暫時的 但你回過頭來之後 你還是要整理好情緒 把你最根本的問題給解決掉 其實世界比你想像的大太多了 好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真的不要覺得說 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在承受這個痛苦 世界那麼大 很多人都跟你一樣 現在還是很痛苦的 可是大家都很有勇氣 一起來面對解決問題 以及走出去吧 你可以看看山看看海 或許會發現另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可以讓你感受到開心的事情 真的太多太多了 沒有必要把你的健康陪進去 這樣真的是得不償失